荣恩和妙丽的友谊 看起来好像就此结束了 两个人都对彼此非常生气 搞得哈利不知道怎么调解 荣恩其妙丽从来没有好好管教扣克斯汉克 严厉的叫他不准去吃斑斑 而且应该不嫌麻烦的 把他带在身边看紧他 而且为了证明扣克斯汉克的罪行 荣恩在所有的床下寻找着斑斑 妙丽同时强烈的反驳 荣恩不能证明是扣克斯汉克吃了斑斑 至于那些赤黄色的毛发 可能是在耶旦截到过那里是留下的 同时荣恩自从在魔法动物时 扣克斯汉克跳到他的头上之后 就对他的猫怀有偏见 哈利自己则认为的确是扣克斯汉克吃了斑斑 然而当他试着对妙丽说明时 他也对哈利发脾气 好 你骗坦荣恩 我就知道你会 他尖锐的说 首先是吉言非识 现在是斑斑 所有事情都是我的错 不是他 就只会丢下我一个 哈利 我已经努力的去做很多事了 荣恩对他失去他的老鼠仪式非常难过 好了啦 荣恩 你老实说斑斑怎么烦人 弗烈德爽快的说 而且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根本就是在昏吃等死 快点送他上天可能还比较好忍耐点 他或许对这根本没感觉 弗烈德 金尼愤怒的说 他整天不是吃就是睡 荣恩 这是你自己说的 乔治说 他有一次为我们咬了高尔 荣恩非常不满的说 记得吗 哈利 是的 这是真的 哈利说 真是他最光辉的一刻 弗烈德忍峻不住说 在高尔的手指上留下疤痕 作为怀念他的一个永久纪念 哦 来吧 荣恩你自己到霍格斯曼的买一只新的老鼠 干嘛老在这里急急歪歪的 最后让荣恩振作起来的 是哈利说服他来看格莱芬多队针对雷文克劳之战的最后一次练习 让他在他们练习完之后能够骑起吉岩飞时 这的确让荣恩暂时忘了斑斑 大棒 我能骑着他试着投篮吗 所以 他们一起来到奎地骑球场 胡奇女士依然在格莱芬多练习时下来看住哈利 他跟每个人一样都对吉岩飞时非常有兴趣 他在他们开始练习之前把他拿在手中 并且对他们来个他的专业的讲评 看看他的平衡设计 如果光轮系列有一种毛病的话 就是在末端有一个小小的倾斜 你常常在几年之后发现他们是一种累赘 他们也已经更新把柄了 有点像净空系列 这时我想起以前的老银剑 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停止研发他们了 我第一次就是用他来学飞的 他也是一把非常好的老扫帚 他缅怀了好一阵子 直到木头说 胡奇女士 可以把吉岩飞时还给哈利了吗 我们需要练习 对了拿去吧 那么波特 胡奇女士说 我和魏斯里坐在这里 他和荣恩离开球场在看台上坐下 而格莱芬多队为了明天的比赛 木头集合队员下达他最后的指令 他是张琼 他是四年级的 而且他非常漂亮 我真的希望他不是他 他要是受了点伤的话 木透着眉头 从对张琼的不满中重新恢复 然后说 另一方面 他骑的是一把彗星62 那个彗星62跟吉岩飞时比起来 简直是个笑话 他对哈利的扫帚热烈的赞赏一番 继续说 好 大家上吧 已经等了好久了 哈利骑上他的吉岩飞时 两脚一蹬就离开地面 他比他梦中所见的更好 吉岩飞时有最轻盈的旋转触感 他不用紧握把柄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 他横过球场的速度如此之快 一瞬间看台就变成了一个灰绿色的点 哈利听到爱丽卡斯皮尼特模糊的尖叫声 立刻敏锐地转过来 然后他进行俯冲的操控 在升起之前 他用脚趾刷过球场上的绿色草皮 三十尺 四十尺 接着进入五十尺的高空 哈利 我让金探子飞出去了 木头呼叫 哈利转身躲过一个伯格的攻击 当他看见金探子从木头手中飞出去之后 很容易地就追上他了 并且在十秒之内就把他紧紧地抓在手中 全队士气疯狂地大震 哈利让金探子再次飞去 并且让他先飞了一分钟 然后在他后面撕裂空气 再次追了上去 他藏在凯太灵的膝盖附近 绕着他不停地转 接着他又再次捉到他了 这是最好的一次练习 堆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急言非使的出现而受到鼓舞 完美地做出他们最好的意味 而且当他们再次回到地面上时 木头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批评 每一个都跟乔治韦斯里所说的一样 都是第一名 我无法看到明天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 木头说 除非哈利 你已经找出解决你的狂战士问题的方法了 不是吗 是的 哈利说 并且想到他微弱的守护神 但愿他能强壮一点 狂战士不会再次出现的 奥利弗 邓布利多已经去骂过他们了 弗利得信心十足的说 很好 希望不会 木头说 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干得很好 让我们快点回到塔里去 我要留下来一会儿 荣温要试试急言非使哈利告诉木头 当其他的人走向印有对灰的休息事实 哈利大跨步的走向荣温 荣温从圆顶的看台上下来跟他会合 胡琪女士仍在他的位子里熟睡 去吧 哈利说 把急言非使递给荣温 当哈利走到球场的边缘时 荣温的脸上全是狂喜的表情 他急上扫把 并且突然飞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看住他 胡琪女士一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哈利和荣温 如果要走的话 不用把他叫醒 自己就先回城堡去 哈利背着急言非使 和荣温一起离开阴暗的球场 判命地讨论急言非使的平稳动作 他的加速现象 以及他极小的回转半径 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 哈利瞥见他的左边 看到一样东西让他的心未知一致 一双眼睛 在黑暗中闪烁 哈利呆呆地停了下来 心脏撞住他的肋骨 发出剧烈的心跳声 怎么了 荣温说 哈利指了指 荣温抽出他的魔棒 并且低声念叨 拉姆斯 一道光束横过草地落下 打中树的根部 把所有的树枝都照亮了 在那里 在那些萌芽的树叶之中 蹲覆住的 是扣克斯汉克 混开这里 荣温吼 并且他弯下来 抓住躺在草上的一块石头 但是 在他丢出去之前 扣克斯汉克就摇着他 长长的将黄色尾巴 嗖的一声消失了 看到了吗 荣温狂怒地说 轻轻地把石头丢下 他还让他在外面 大摇大摆地油晃 或许斑斑之后 他现在打算抓些鸟来吃 哈利什么也没有说 他做了一个深呼吸 让自己放松 那一瞬间 他看到的眼睛 应该是葛莱姆的 他们再次往城堡走去 哈利对他刚才惊慌的 那一瞬间 感到有点惭愧 所以没跟荣温说任何事 他也不知道 从左边还是右边的 回到灯火通明的入口大厅 哈利第二天早上 跟住宿舍里其他男孩 下来吃早餐 每个人都以 极言非使的荣誉守卫者自聚 当哈利进入大厅之时 所有的脑袋 都转向极言非使的方向 并且在那里激烈地喃喃自语 哈利看到史莱哲林队的 全部都相当惊愕 感到极大的满足 你看见他的脸吗 荣温回头看看麻粪 愉快地说 他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这真是太棒了 木头也分享了 极言非使的光荣与灰 放在这里吧 哈利 他说 他把扫把放在桌子的中央 并且小心地 把他的名字转到上面 从雷文克劳和后夫帕夫的人 也很快正在围过来看 西迪克迪格里 祝贺他 为光轮找到了一个超级的替代品 和派西的雷文克劳女朋友 潘娜破清水 也问他是否能借他 拿拿看极言非使 魏魏 潘娜 不要搞坏他了 当他仔细地检查 极言非使时 派西正经八百地说 潘娜破跟我打了个赌 他告诉球队 我们为了这个比赛 赌了十个加龙金币 潘娜破再次放下极言非使 谢了谢哈利 才回去他的桌子 哈利你一定要赢 派西很快地低声说 我可没有十个加龙金币 是的 我就过来了 潘娜 然后匆忙地咬着一片吐司追上他 你确信你能对付那把扫帚吗 不特 一个冷冷的 懒洋洋的声音说 半马分也靠过来看 克拉和高尔也跟在他后面 是的 当然可以哈利偶然地说 他有许多特殊的功能 不是吗 马分的眼睛闪耀着恶意地说 如果狂战士又靠了过来 你不用丢脸地使用 将落散了克拉和高尔一旁 痴痴地窃笑 我很同情你不能再多装一只手臂 马分 哈利说 也许他能够帮你抓到金探子 帮来分多队高尚大笑 马分的苍白眼睛瞇了起来 悄悄地走开 他们看到他加入史莱哲林队其他的人 史莱哲林队其他的人 都把他们的头伸过来 问马分有没有怀疑哈利的扫把 是否真的是一把急烟飞石 10点45分时 葛拉分多队在休息室里面集合 天气跟赫夫帕夫比赛时完全不同 既晴朗又凉爽 只有一点威风 这个时候没有能见度的问题 而哈利虽然神经紧张的 却只是为了将要进行一场 奎迪奇比赛而感到刺激 他们能够听到学校其他的人 从他们的头顶上走进看台 哈利脱掉他黑色的学生长袍 并且从他的口袋 把他的魔棒拿出来 放进他的奎迪奇长袍里面的圆顶山 他只希望他不会用到它 他突然惊奇地看了看 是否鲁宾教授也在群众之中 你知道我们别无退路了 当他们准备离开休息室时 木兔说 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比赛 我们就与冠军绝缘了 你只要只要像我们昨天练习的时候 一样就没问题了 而且我们会做得更好的 他们在喧哗的掌声中走出球场 黑文克劳队身穿蓝色球衣 已经站在球场的中央 他们的苏不守 张琼是他们的队上的唯一的女孩 他比哈利还矮了一个头 而且哈利无法不去注意 当他看住他时 他不禁有点不知所措 他真的非常漂亮 当两队的队长彼此走过去的时候 他对住哈利微笑 他感到他的胃不知为何 有一种轻微收缩感 木透 大卫互相握手 胡琪女士轻快地说 而木透和雷文克劳队长握手之意 袭上你的扫帚听我的口哨三二一 哈利踢了一脚进入半空中 急言飞使突然加速 比任何其他的扫把飞得更高更快 他在球场的上方飞舞 并且斜眼地在四周寻找金探子 并且仔细听着石炕转播 石炕转播是由为四立双胞胎的朋友 李乔丹主持的 他们飞得很远了 而且这个比赛最大的注目焦点 是葛莱芬多队的哈利波特 飞的是急言飞使 根据飞行扫把杂志所在 急言飞使是年度世界冠军赛 所有国家代表队所指定选用的 乔丹 你介意告诉我们比赛进行的情况吗 麦教授的声音打断他的长篇大论 附带一提 有一个内建的自动刹车装置和 乔丹 好好 葛莱芬多拿到球 葛莱芬多的凯太林 朝向篮筐 哈利从相反的方向穿过凯太 他看见一个闪烁的黄金小球 并且注意到张琼也从他的尾巴接近过来 他无疑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飞行者 他打算横过来与他相见 强迫他改变方向 让他看看你的加速 哈利 弗莱得叫喊住 他打走一个正发出嘶嘶叫声的追向安琪 利娜的伯格 他们绕住雷温克劳的篮筐跑 而且穷稍微落后 哈利催促急言飞时向前冲去 正当凯太成功的投进比赛中第一球 而且球场上的葛莱芬多正要回防 他看见了金探子在地面附近靠近其中一个障碍物快速的飞 哈利俯冲下去 穷看见到他所做的 也在他的后面撕裂空气 哈利正在加速 他感到相当的刺激 俯冲是他的专长 他只差时迟了 然后雷温克劳的一个打击手 打出了一个伯格 胡乱飞了过来 哈利改变行进的方向 惊险地避开他 而在那短短的决定性一秒 金探子又消失了 哦 巨大的失望呼声来自葛莱芬多的支持者 但是雷温克劳那边 则发出更多的掌声 乔治魏斯里极有把打出伯格来 发泄他不愉快的感觉 第二个伯格还直接命中了求助 他勉强地在半空中滚开来躲掉他 葛莱芬多以80比0领先 再来看看吉岩飞使 波特现在正放满他的速度 只看到他旋转张的彗星根本没得比 吉岩飞使的精密平衡 真的是相当引人注目 乔丹 你是在替吉岩飞使打广告吗 转播比赛 雷温克劳正在激起直追 他们现在已经投进了三球 只落后葛莱芬多50分 如果穷能先抓到金探子 雷温克劳就会赢 哈利往下飞了一点 战战地逼过一个雷温克劳追踪手 凶猛地扫描住球场一个闪耀的黄金球 小小的翅膀在摆动住金探子 正在绕着葛莱芬多的篮筐后面飞 哈利加速 眼睛直盯着金探子向前飞 但是在那一瞬间 穷无声无息地出现 挡住了他 哈利 现在不是假扮绅士的时候 当哈利闪开 避免撞到穷时 木头吼叫 如果必要的话 就把他的扫帚撞得远远的 哈利转身贴见了穷 他正微微一笑 金探子再次消失了 哈利转动他的吉岩飞使 很快地向上飞了二十尺继续比赛 他的目光集中在一处 他看到穷跟住自己 他是想与其他自去找金探子 不如拿我做标记好 那么如果他要跟在我后面 他必会自食其果 他再次往下飞 穷也跟住飞下去 认为他又看到了金探子 试着跟上去 哈利非常敏锐地停止下审 他却收身不住 他再次像子弹一样地 很快地往上升 然后第三次看见 他金探子正闪耀在 雷文克戎的球场最后面 他加速 而穷落后他好几尺 他要赢了 每秒都离金探子 更近一点接着 哦 穷尖叫地指着 哈利分心地向下看 三个狂战士 三个高高的 点点的面狂战士 正在向上看着他 他不假思索 伸出一只手 到他的长袍里面 他抽出他的魔棒 并且吼着 守护其愿 一个银白色的巨大光团 从他的魔棒尖端爆发 他知道他会直接 射向狂战士 所以没有停下来看看 他的理智仍然奇迹地 保持清醒 他往前看 他就快抓到了 他伸出手 仍然抓着他的魔棒 而且只用几根手指 轻轻握着 抓住金探子了 胡琪女士的口哨响了 哈利在半空中转身 并且看见六个 深红色的模糊影像 向他飞过来 下一刻之后 所有的队员 热烈地拥抱住他 几乎让他难以操纵 扫把 并且他能听到 下面的 葛莱芬多群众的吼叫声 是我们的球员 目睹继续大叫 艾利卡 安琪丽娜和凯泰 全部狂稳住哈利 弗里德紧紧地 掐住哈利 使他感到 他的头好像就要掉下去了 队伍簇拥住他 回到地面 哈利旗下他的扫把 并且乡上看见球场上 许多葛莱芬多的支持者 奋力地跑过来 荣文跑在最前面 在他看到之前 他已经被加油的群众卷入 赢了 荣文叫喊住 强拉住哈利的手臂 高举在空中 赢了 赢了 好的做 哈利 派西高兴地说 你让我赢了的十个 加龙金币 我要去找潘纳破了 对不起 你干得太好了 哈利 西莫菲尼干吼叫住 干得漂亮 海格拥过一群 葛莱芬多的脑袋 快速冒了出来 那是相当不错的守护神 哈利的耳朵里 听到一个声音说 哈利回过头 看见鲁宾教授 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相视一笑 狂战士没有影响我 哈利兴奋地说 我没有感到不舒服 那是因为他们 不是狂战士 鲁宾教授说 过来看看 他领着哈利越过群众 直到他们能够 看见球场的边缘 你给了麻烦先生 相当大的惊骇鲁宾说 哈利主事 在地上挤成一堆的是 马芬 克拉 高尔和马修 弗林特 史莱哲林队的队长 都在奋力地 他们自己 从长长的黑色长袍里 爬出来 看起来好像 马芬站在高尔的肩膀上 站在他们前面 脸上极度愤怒的 是麦教授 你们搞着什么 肮脏的小动作 他怒喝着 低级又懦弱地 想要影响 格莱芬多搜捕手的行动 你们全部要接受 劳动服务 并且扣史莱哲林 五十分 我会跟 邓不利多教授 讲这件事 要好好地处罚你们 他正往这里过来了 如果有什么事 能替 格莱芬多的胜利 多加一个徽章 这就是了 荣文像打一场仗似的 穿过人群到哈利的身边 当他们乡上看到 马芬奋力地 从长袍钻出来时 高尔的脑袋 仍然卡在里面 不禁笑得更开怀了 来吧 哈利 乔治奋力地 排开一条路说 演会 在格莱芬多的起居室 现在 好的 哈利说 他带到现在 是他今年最快乐的一刻 他和队上其他的人 走了出去 静静地穿住 他们的身红色长袍 从球场回到城堡里去 把决就像他们 已经赢了 奎地七冠军杯了 宴会进行了一整天 直到晚上还在继续 弗利德和乔治 为死里消失了 大概一个小时 并且带了一大堆的 甜蜜公爵的糖果 和奶油啤酒 南瓜香槟 装了好几个袋子瓶子 抱回来 你怎么弄来的 安琪丽娜 詹森 惊声尖叫 而乔治 正把一些胡椒薄荷蝉 丢进群众里 稍微急住了 月亮先生 蠕动的尾巴 垫子的脚和叉子 弗利德在 哈利的耳中低声说道 只有一个人 没有参加狂欢宴会 妙利不敢相信 他坐在一个角落里 读着一本巨大的书 英国的麻瓜家庭生活 和社会惯例 哈利放下弗利德和乔治 正在变着的 奶油啤酒瓶戏法 并且走向他的桌子 你有来看比赛吗 他问他 我当然有 妙利用一种奇妙的高声 却没抬起头看 同时我非常高兴 我们赢了 我认为你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我必须在星期一以前 读完这个好了 妙利 过来吃点东西 哈利说 在荣文结束看和觉得奇怪 是否他是在一种好的充足心情中埋葬斧头 我不能 哈利 我还有422页要读 妙利有点歇斯底里的说 无论如何 他看了荣文一眼 他不要我参加荣文就像毫不争论的高声说道 如果班班没有被吃掉的话 他就能享受这个梦幻飞行般的宴会了 他一直很喜欢这个 妙利放声大哭 哈利说或是做任何事之前 他把他的巨大书本写在手臂之下的书 并且低声啜泣地 跑向女生宿舍的楼梯 离开了房间 你不能给他的一个机会吗 哈利静静地问荣文 不 荣文面无表情地说 如果妙利刚刚也觉得不好受 但是他却不肯承认他的错误 班班已经不能像他一样 享受假期或做任何事了 当麦教授穿住他的格子 尼布品位睡衣出现时 葛来芬都的宴会 终于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结束了 他坚持要他们全部上床睡觉 哈利和荣恩爬上他们宿舍的楼梯 依然在讨论比赛 随后 哈利精疲力尽地爬上床 猛拉他的四柱大床的蚊帐 堵住射进来的一道月光 翻身躺了进去 而且几乎立即觉得自己飘飘地睡住了 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他正在穿过一个森林 他的肩膀上附住他的吉言非识 跟住一个银白色的东西 他正绕过那些树往前直走 而且他只能够在树缝之中撇到他的踪迹 他担忧地加速赶上他 但是当他移动得快一点时 他也跟住加速了 哈利奋力地向前奔跑 他听到耳边风声呼呼作响 现在他跑在一片空地外面 并且快速地向前飞奔而去 然后他转入一个角落 进入一个纯净而起 哇 不 哈利好像脸上被什么东西打中的吓醒过来 四周一片黑暗 使他失去了方向感在四面摸索着文章 他听到旁边有人在移动 并且从房间的另边传来西莫斐尼干的声音 干嘛 哈利认为他听到宿舍的门怦然关上的声音 最后发现他的文章分开了 他把他们拉了开来 并且在一刻 丁汤姆斯点亮他的灯 荣恩正坐在床上 文章的一边被撕开了 他的脸上看起来极度的恐怖 阿黑 天狼星阿黑 拿着一把刀 什么 在这里 把钢掀开那些文章 叫醒我 你不是在做梦吧 荣恩 丁说 他看住那些文章 我告诉你 他在这里 他们全部爬起床来 哈利首先 到达宿舍门口 然后他们从楼梯 奋力的往楼下跑 在他们的后 有门打开的声音 而且一阵困乏的声音 在他们后面呼叫 谁在大呼小叫的 你在做什么 起居室里奄奄一息的 火焰突然一起发亮 地上仍然到处 丢满了宴会的废弃物 你确定你不是在做梦吗 荣恩 我告诉你 我看见他 那是什么声音啊 麦教授叫我们 通通上床去睡觉 一些女孩也从他们的楼梯走下来 拉拉扯扯的 穿住品位睡衣打哈欠 男孩也一群一群的出现 好极了 我们要继续第二摊吗 弗烈的魏斯里春风满面的说 每个人都回到楼上去 百熙说 他赶来起居室里 并且一面把他的男生总带的徽章 用针别在他的睡衣上 派西天狼星阿黑 荣恩虚弱的说 跑到我们宿舍里 还拿着一把刀 把我惊醒 起居室邓时一片寂静 不可能的是 派西震惊的说 你吃太多了 荣恩你在做乐梦 我告诉你 好了 真的 够了够了 麦教授走了进来 他猛然关上校像口 狂怒的进入起居室 并且私下扫描 我也为葛莱芬多赢的比赛而高兴 但是这实在太荒谬了 派西 我本来对你期望的更多 我确定没有答应他们这么做 教授 派西愤怒地喘着气说 我刚刚叫他们 全部回到床上去 这都是我的弟弟荣恩 做了个噩梦 他不是一个噩梦 荣恩叫喊着 教授 我醒来 而且天狼星阿黑 就站在我旁边 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麦教授注视着他 别开玩笑了 为私礼 他怎么能够通过肖像孔 问他 荣恩伸出一根摇动的手指 指着卡多刚骑士的图画背面说 如果他看见 问他 麦教授的眼光狐疑地 看了看荣恩 把肖像口打开 走了出去 起居室所有的人的 秉析而听 卡多刚骑士 你有让一个男人 进入格莱芬多塔吗 没错 好淑女 卡多刚先生哭住回答 起居室里外 都是一阵晕眩的神木 你你在做什么 麦教授说 但是 但是口令 他有啊 卡多刚先生傲慢地说 整个星期的都有 我的淑女 独独那边的小纸块 麦教授他脸色苍白地 从肖像孔退回来 面对惊慌的群众 他说 那个人 他的声音摇动 那个笨得离谱的家伙 在这里写下 这个星期的口令 还贴上去的 所有人都不敢出声 后来被一阵小小的恐慌声打破 奈威龙巴顿 从头到毛茸茸的 拖鞋里的脚趾都在发抖 慢慢地举起他的手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 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 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大家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comment